乾隆看着这位 誓杀成性的将军说道 不过现在没这种差事 待会儿你随护 庄亲王宜亲王 那亲厄尔泰四个王大臣进城 会同九门提督衙门 各带五百名军佐 解除七司衙门武装 封锁文件 一件事也不要出纰漏 一个人也不要杀 平平安安把差事办下来 就是功 渣 奴才醒的 乾隆白手道 你且退出去 待会儿人急了 再叫你进来 葛丰年退到殿外 等了半晌也不见洪小等人来 他是个急性的人 便请守在门口的补人 进去请职 可否允他回迎先行集合人马 不一时补人便出来说道 不用 待会儿 王大臣从丰台大营过 这边就办了 葛丰年只好 耐着性子在门外守候 足足过了近一个时辰 才听得一阵马蹄得得声 红小 乐钦 张廷玉 九门提督 因为出缺 由兵部侍郎 应诺赞署 几个人都没有带从人 骑着马过来 捕人捕礼见他们过来 暗中问道 是捕义吗 是我 捕义答道 几位都请到了 说罢 捕身趴在张廷玉马下 捕人捕礼也忙过来 扶着张廷玉 踩在补义的背上下来 几个人悄悄地进了殿 一入上房 就见到阔别近月的乾隆 由张廷玉领衔 一起跪下请安 乾隆抬抬手说道 起来吧 这里不比大内 房子小 不能都坐 除了廷玉 都站着说话吧 张廷玉谢恩 坐在靠墙凳子上说道 皇上气色很好 只是略清紧了点 挤到了丰台 回大内或畅春原址 在咫尺之地 这个地方不易观防 乾隆没有接这个话茬 说道 你们再经到王大臣 办得不错 见到山西的折子了吗 见到了 遗亲王哄小盲道 这真是一件 蒙羞朝廷的事 不过孙家干处置的 太鲁莽 人死脏正灭 怎么查呢 陈帝心里很不受用 因为杨四景这人 我就不认识 我问洪生 给山西写过信没有 洪生说 这是什么事 我就那么笨 说来说去 竟越来越糊涂了 乾隆脸上毫无表情 转脸问那亲 你看呢 那亲愣了一下说道 举奴才想 这和伪奏稿案一样 不易深究 查不清的事 就不如快刀斩乱麻的好 洪小冷笑道 那杨四景公然说 是洪生带我写信 我受这冤枉如何洗白 事不关己 你说得好风凉 六亲道 王爷不要错疑了我 咱们是对主子负责 心里怎么想 应该是无期无隐 这件事当主子回宫 自然有御前会议 容我慢慢解释 现在就是御前会议 乾隆一笑道 宫里议和现在议 还不是一样 不过今晚不易这事 朕方才说过 你们留经办差 办得不错 朕出去这么久 连封台提督都不晓得 你们的口封得很紧 事情做得很严密 他语带双关地说道 朕是想问 七思衙门是怎么回事 洪小坦然说道 是臣弟请示了 庄亲王设立的七思衙门 皇上知道 开国已经百年 到臣弟这一辈 还有比臣弟 小两三辈的宗室子弟 足有两三千人 每天提个鸟笼子 串茶馆 说闲话 养狗栽十六树 不如给他们安排个 正经差事 也好居管 外藩王爷进京 由他们照管 一来得些近相 二来也免生些事 乾隆和蔼地问道 这个七思衙门 是谁管 洪小道 是五爷家的洪生 人聪明 也精感 李亲王洪夕 和一辈了洪昌 推荐 我不放心 又加了个洪谱 当携伴 乾隆问 设立之后 你没有再过问这些事 洪小道 我在军机处 没有料理这事 所不过按月 之前两 每天点某 照料点内务 都是些小事 小事 乾隆冷笑一声 他们已经街坊 大内宿位 连奉旨回宫的太监 都挡了回来 你是管大事的 朕请问你 还有什么事 比这更大 就是你每日 转到镇内里的 请安折子 不疼不痒的调臣 乱七八糟的情余表 你洪小郑重其事 给朕上过一份折子 这后院 剁了这么一堆干柴 一点就着 你居然一声不吭 昏馈 皇帝突然变了脸 几个人都惊得 脸色苍白 再也站不住 都一起跪了下去 张廷玉也坐不住 也跪了 说道 这事情 臣和纳秦都知道 也过问过 因说是情旨准行的 就没有深究 臣老迈昏馈 请主子降罪 纳秦也道 臣最难换 求皇上 严加惩处 臣谁也不成处 前龙突然换了笑料 臣就是为顾全你们体面 才叫你们来 解铃还需寄铃人吧 今晚就办这件事 内城都是英诺的人 离城还有这么远 叫葛锋年 护送你们进去 就这样吧 红小有点为难地说道 这是一道旨意就办了的事 何必这么匆忙 带兵进城 惊动太大了 前龙疏地收了笑容说道 你叫红小 却不小事 顾全你的体面 你还要饶舌 你退下 到西乡房 明天随阵进城 不要你来办这个差了 他说着 又到桌前写手谕 一边写一边说道 比如眼里有沙子 你要阵明日再揉眼 他将手谕 递给葛锋年 你的差事两条 护送几个大臣到大内 然后立即到夷王府 拿下红昌 还有红谱红生 一体所拿 就要宗人府 给纳钦看管 皇上 红小痛苦地轻声呼唤道 乾隆神僧黯然 摆了摆手说道 你下去吧 朕就有恩旨的 设立不到半个月的内务 辅七思衙门 在两个时辰内 土崩瓦解 像他的出现一样突兀 消失得一干二净 按照红西的设想 将在京的两千多名皇族子弟 闲散的宗室清贵 组织起来 加上他们各自的加奴门人 这是一股了不得的力量 不动声色地把持内务府 宗人府也是不言而喻的 逐步掌握素位大权 外藩接待权 与八旗骑士的联络权 实力大了 皇帝也不能不买账 即使不能废掉 这个来历可疑名分不正的皇帝 至少也可消掉他的独裁权 恢复顺治皇帝前 八王义政的局面 可事情做起来 才知道不容易 原来密意过多次 一年之内 暂不险山漏水 只站稳脚跟的计划 未能实现 这些天皇甲昼 个个都不是省油灯 说是内务府的第七司 内务府压根就不敢招惹 连红谱 红昌 红生 也制约不住 这些七司衙门的兵 都面子大的吓人 这个到户部找自己的 门生批钱粮 那个去兵部武库 寻自己的奴才借兵器 都姓爱先觉罗 谁也不敢招惹 后来索性占据东华门 西华门 说是帮助侍卫守护内院 内务府深知就里 谁敢出来说话 这个势头发展之快 连红西自己也觉得吃惊 但第二天早晨 红西天不明就起床 他打算连早点也不吃 赶紧叫红生和红谱 过来商量 如何整顿七司衙门 不料还没洗漱完 王府门里便慌慌张张进来禀告 王爷 不知怎么回事 我们门外头都是兵 像是要出什么事似的 兵 红西将口内清盐水吐掉 问道 别问问 是哪个衙门的 谁派来的 守在门口做什么 那门里道 不再问了 说是九门提督衙门 奉命守护 别的什么也问不出来 红西像木头一样呆立着 半上没有说出话来 脸色又清又灰 突然一种不祥的预感 袭上心头 不自禁地打了个寒颤 一定是皇上回来了 他发觉了七司衙门的事 他一屁股 跌坐在安乐椅中 捕着光亮的脑门子思量半上 呼得一跃而起说道 叫他们给我备叫 我到大内瞧瞧 那门里答应一声出去 这边红西便更衣 带了熏雕朝冠 穿了四团五爪金龙石青朝卦 外披金黄断脸的紫雕锐照 腰间素一条弦猫情石金玉方板带 佩涛微露坠着四颗东珠 穿戴齐整 出了王府 见赵碧外和王府 严强三步一哨 五步一岗 都是佩刀五官 品级最小的也是千总 熊啾啾站着目不斜视 他情之出了大事 吸了一口轻力的冷气 镇定了一下自己 下街上轿 却也没有人阻挡 对大蛇吩咐道 去东华门递牌子 东华门一切如常 门里侍卫太监建设李亲王驾到 赵立请安问好 递牌子进去 一时便有旨意 卓红锡养心殿进店 红锡心里七上八下 一时想着自己没事不怕吃良药 一时又莫名的紧张 天上下着小雪 地下截着薄冰 几次走神几乎滑倒 恍恍惚呼呼来到养心殿锤花门前 太监往里接着 向他打签请了安 说道 万岁爷说了 李亲王到了 立刻叫进 红锡点点头进来 见乾隆坐在东暖阁 和那亲厄尔泰 陨路红小正在议室 往上前跪着行三跪九寇大礼 说道 臣不晓得御驾已经荣返 没有迎接起皇上数岁 看来你精神还好 乾隆心笑自若地说道 只是越发瘦了 好歹也爱惜一点自己呀 随叫起身自作 接着方才地一提道 电视的事再也不能拖了 北京这么冷 有的穷读书人没法过 这么着叫礼部查一查 有住不起殿 住在庙里的贡生 每人资助五两银子 有南方广州福建来的 必定没有带棉衣棉被 从军需库里 只取一些散发了 你们知道 这里兴许就有将来的将相 冻死在这里 岂不罪过 和红锡挨身坐着的厄尔泰 猛道 主子想得周到 一奴才看 昨晚查抄七思衙门 有五六千两银子 废福 财探 这些东西也不少 不如把这些 分别发给穷共生 倒省了许多事 恶钦立刻反对说道 还是照主上的旨意为好 查抄的东西本来就乱 直接拿去赏人 连个账目也没有 以后遇到这类事 成了利就不好了 抄的东西 该入库的入库 赏的东西 该出库的出库 规矩不能乱 要杜绝小人们从中作弊 红西这才知道 真的出了大事 头嗡的一声 仗得老大 口中蠕动着 超了 电视的事定在10月26吧 乾隆带着揶揄的目光 望着木偶一样的 红西 自顾说道 就由红小和红西主持 热钦奸场 往年 每年电视都有动病的 今年叫礼部 每人给一个铜手炉 热水隔世添幻 至于电视题目 朕届时再定 你们看如何 几个大臣 立刻屈服圣诵 异口同声称赞 乾隆笑问 红西 你怎么一言不发呀 呃 哎 红西吓了一跳 忙道 主上说得极是 这个七思衙们 我早就瞧着不顺眼 很该抄掉他 一句话 说得几个大臣 无不恶然 乾隆哥哥一笑说道 你是一心以为 鸿湖之将至啊 电视的事 真不敢叫你操心了 红西脸色战虎说道 七思衙们 其实不是沉的痛痒 不过 红生 红朴 红昌 他们都是兄弟 乍文之下 惊骇莫名 求主子网开一面 多少给些体验 您知道 七思衙们里 坐养的可都是 皇族子弟啊 乾隆哼了一声 说道 是子弟兵 这子弟兵 放在工业里 朕自然有些心脏 你替他们求情 是情分中的事 红生 红昌 红朴 昨晚都被从热被窝里 拉了起来 已经求在宗人府 等着内务府 慎行司 拷问 求情 如何对待国法呢 如若涉事于你 又有谁来为你求高呢 皇上 这一声叫得好响 乾隆咬牙尖刻地叫 你几时心里 真正拿朕当皇上看 朕实话告诉你 昨晚红谱红昌 什么都招了 算什么硬骨头 连三十皮鞭都经不起 红西再也说不 身子一软 就是趴跪在地下 只是扣头 一句话也回不出来 人真是奇怪 乾隆站起身来 在暖阁和殿中漫步 陈思忍 像是自语 又像是申诉 圣祖爷 费你父亲的太子位 费了两次 第二次明发诏狱 有感言 印仍疾病愈好 可重为太子者 朕 祭斩不赦 这是明发圣狱 不是密室里的话 通天下皆知 唯独你怎么忘了 先帝爷人说刻不 可偏偏是先帝爷 宽视了你父亲 不避讳 不称臣 此时以太子里安葬 朕以宽人待天下 封你为亲王 奔走在殿前 你居然又想起来 你父亲本是太子 这个养心殿 那个太和殿 该是你的 红西脸色 像香灰一样 看 叩头时浑身都在颤抖 结结巴巴说道 臣 臣 臣没有这个心 臣 真的 乾隆根本就不理会 继续 哼 朕的心太人了 人的有些瘀了 瘀得天下臣民都以为 朕连鸡都不敢杀 杨明石是怎么死的 乾隆突然走进红西 站在他的身旁 用不懈的神机 看着陡成一团的红西 说道 你不用害怕 杨明石的死 与你没有直接关联 但你和他们一伙 你知情不举 他们商议这事实 河边说话 水里有鱼听 就是山西的萨哈亮一案 朕也不想细查 若查的话 恐怕在座的有些人 难成其罪 他突然神经质的 爆发出一阵大笑 哈哈哈哈 上苍 你叫朕 以仁孝治天下 对这样诸狗不如的人 能仁吗 孙家干上三习一必输 以朕亲君子 必小人 倘若朕身边都是小人 没有君子 又该怎么办 孙家干说 要破心中贼 这何其难也 他这样一说 把在座的所有人都扫了进去 那亲厄尔泰 红小允路 谁也坐不住 都一起跪了下 红小叩头道 皇上这么说 真是陈无地自容 陈在经办事不留心 自应 朕这就要说到你 乾隆恶狠狠明笑道 你哪里是什么办事不留心 你是个烂好人 十三书是文明天下的侠王 怎么养出你来 你在尚书房又在军阶处 红昌是你亲兄弟 他胡作非为 你是龙了还是瞎了 杨四景吞得信 说你兽义写的 朕还可不信 但红生红肠红谱 这三个恶种 行迹诡秘 又不是一天两天 你可曾有一句话制止他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exc heartedFO